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大家都知道呢 最近针对这个新谷毛补选 这个回教党的议员呢 他惹出了一个不小的祸 就是呢 他拿这个火箭候选人小桃的滑小背景来做文章 然后在那边会声会影的时候 说这个华小是一个污点来的 然后呢 都华小的人都是不爱国之类的 都是这样的论述了 结果就引起了鲜然大波了 然后现在行动党的全国主席林冠颖 针对这个事件就质问整个回教党 就说你们口口声声说啊 都华小的就是不爱国是不是 最近有个新闻蛮热门的 就是有一个华人 他在军队服务 然后呢 他升级做了一个蛮少见的军官 因为呢 应该是很多年都没有出现华人在那个位置 他现在升上了那个位置 然后呢 大家在报纸上都有看到大事报导他的新闻 所以他是一个华人 他也是独华小的 然后他是军人 然后呢 他也跟一般的马来军人一起奋斗 然后呢 爬上了那个位置 所以就是那一位华人军官 这个林冠颖就以他作为例子 然后就来质问这个回教党 这个军官大家认识到最近这么红 他也是独华小的 你们说他爱国吗 因为你们说嘛 独华小就是不爱国吗 这样请问他爱国吗 他是做兵的 为国捐区的那种 但是他独华小 他爱国吗 so 这个问题呢 就肯定是拦住了这个回教党 你说独华小就不爱国吗 但是独华小的华人 他为国捐区去做军人 so 爱国还是不爱国 所以呢 林冠颖这早是很高明的 他这一招 一个问题罢了 就马上问倒了这个回教党 根本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 独华小就不爱国 这样独华小做兵的那个 你敢讲他不爱国吗 所以这时候呢 回教党的那个理论 独华小的你不爱国 马上就不成立了吗 ok so 这个林冠颖跟回教党的东西 我就暂时到此为止了 我们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回教党啊 充满了荒谬的理论 然后回教党呢 对我们华人 对我们华小充满了敌意 ok 很难想象 真的有一天这个回教党啊 上台之争的话 会把我们华小怎样这样 大家心里有数了 ok 好 so 我现在我想打开一个 自己的话题 关于这个爱国不爱国的 我在这里我想啊 引用两个例子啦 ok 不是真实例子啦 其实也是有很多真实例子啦 我只是大概大概比喻啦 ok 比如说啦 一个华人 在马来西亚图生图长的 啊 然后呢 他 很勤劳 很聪明 啊 然后呢 读完书了过后呢 就 白手指甲 创业 然后呢 生意越做越大 赚了很多钱 啊 他从来没有拿过政府一分钱 啊 然后呢 他反而还要啊 每年交税交很多钱给这个政府 然后他的公司呢 底下呢 也请了很多马来西亚人做员工 尤其是马来人很多 啊 啊 他帮 这个马来西亚 养了很多 马来西亚人 照顾他们的饭碗 啊 然后 就是一个这样的华人 一辈子没有拿过政府一分钱 一辈子给了政府很多税 然后还帮政府养很多工人 啊 他是独华小的啦 啊 因为马来西亚超过90%的华人是独华小的 这样 这个人爱国不爱国 你看他一生啊 只有他为政府贡献 没有政府为他贡献的 这个人爱国不爱国 啊 啊 so 这是一个问题啊 我还没有给答案啊 啊 ok 我现在讲第二个历史 第二个历史 就是 一个马来西亚人 啊 他是独 国小了 然后呢 他也有独宗教学校 然后就是那种最传统的马来西亚人 啊 国小宗教学校 然后上到国中 然后进到政府大学读 啊 读完政府大学了 过后 出来 啊 参政 啊 参政了 过后 平步青云 啊 一路做到 啊 很高的党职 官职 啊 至少做到啊 全国中央理事啊 然后啊 做到部长 副部长 这样 啊 然后 后面呢 养了一大堆 盆党 啊 开了一大堆公司 跟他的部门 啊 里应外和官商购结 啊 偏取了政府 偏取了政府大量的钱财 啊 然后 你纵观他一辈子 他一生人 我不知道他贡献了多少钱给政府 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 他利用他的官职的便利 挖走了政府很多钱 啊 所以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啊 这个人 爱国还是不爱国 啊 我没有给答案 是一个问号而已 所以 我引用了这两个例子 啊 一个是华人 一生都奉献这个政府 但是啊 没有拿过政府一分钱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例子是 一个独国小的马来人 啊 一生应该都没有奉献政府一分钱 但是呢 政府呢 却大量的钱被他抽走啊 到底 哪一个爱国 哪一个不爱国 啊 我觉得这一个问题 我们华人是 基本上是不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了 但是呢 我们的有主同胞呢 真的是很应该思考 如果我是政府的话 我真的是会用这两种例子呢 啊 好好的 教育一下我们的有主同胞 不要看肤色 不要看滑脚 啊 来决定这个人爱国不爱国 其实要看的是 到底这个人是给政府钱 还是拿政府钱 啊 才来决定 他到底对国家贡献了什么 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